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 5.1西诺宁人权辅助 草神即将复刻 六星火神终于来了 5.0到5.1卡斯复刻角色抽取推荐 强度大洗牌 火神强度在线别错过 许多玩家都期待钟离能够直接进入混池 但这种期待可能是不现实的 毕竟 钟离在首次蒙的混池中并没有出现 现在,虽然希望在5.2版本中能够再次抽到钟离 但近期恰斯卡的口碑相当不错 他是一个出色的输出角色 根据剧情发展 恰斯卡也可能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角色 因为在封单版本中 强势角色通常都会采用相似的模板 至于火神马威卡在5.3版本是否会登场 还需等待前瞻直播的揭晓 本次前瞻直播将于中午举行 持续时间较长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惊喜等着我们 有关5.0版本的消息 我们都了解到 每个版本都会赠送一位四星角色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在5.0版本 钟纳塔本应该是四星角色的获赠者 最初的猜测是卡奇纳 然而根据最新消息 作为世界任务奖励 班尼特将会取代这一位置 但也不能排除在深渊或其他活动中 会赠送卡奇纳的可能性 虚迷之间的柯莱和风丹的林尼特 都在引领玩家进行探索 因此 内塔很可能也会成为这一传统的延续 在5.0版本 众所周知卡奇的复刻角色 很可能是雷电将军和风元万叶 而在5.1版本 新的卡奇角色 被称为新一任神府的希诺宁 可以说 目前有关希诺宁的消息 相当令人振奋 如果他真的在测试服装亮相 替代了炎万叶 那么抽取他的人数将会直接增加 至于复刻角色 大佬们给出的消息是 莱欧斯利和草神纳希达 一开始 大家可能认为 复刻的神角色会按照国度的顺序来 但雷电将军先与其他神角色复刻 这可能与金尼奇的技能玩法有关 原神纳塔5.0卡池越来越近 三位新角色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除了马拉尼 金尼奇即将up外 后续卡池希诺宁 恰斯卡 火神马威卡也会陆续登场 而说起5.0到5.1角色复刻抽取推荐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0卡池 复刻角色的安排 虽然来回变动了几个版本 不过就目前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依旧是之前提到的万叶 雷神 这两位角色复刻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还是比较推荐优先抽取万叶 其次是雷神 万叶的泛用性 保值率相对而言更高 即便是纳塔 估计也是能喝汤的 倒是雷电将军 从几个版本前 整体的地位开始有了下滑 虽然是七神之一 但现状并不是太理想 而说起后续的5.1卡池 除去已知的万叶 雷神外 也就早期提到的钟离 莱欧斯利 申赫没有复刻了 这三位五星角色中 复刻抽取优先级最高的是钟离 当前版本的T0人全卡之一 抽到便可极大的改善体验 不过钟离已经复刻过多次 估计该有的玩家 基本上都有了 莱欧斯利的话 不是XB党不推荐抽取 申赫这个角色 可以说是争议比较多的 已经不输当时优拉的势头 接近500天没有复刻 真就是最常为复刻角色第一人了 南崩的是 已经买了皮肤等申赫UP的玩家们 倒是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对于这类玩家 可以说是必抽的 值得一提的是 就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 5.1卡 石严女西诺宁登场 5.2 风系组 11恰斯卡登场 5.34火神马威卡登场 至于欧洛伦 倩特拉利 西巴拉克没有具体的相关消息 不过提到了火神 西巴拉克的机质相关 火神据说是增伤相邻 西巴拉克是攻击拐辅助 两位角色的强度在线 抽取优先级也最高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部队的表示 还好 们前一次 exclus订阅 中文字幕——YK